一代民族英雄郑成功39岁英年早逝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却在临终前下了一条命令 将自己的妻子、儿子、孙子统统处死 郑成功临终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又为什么要做这种残忍之举呢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就算是一代英雄也无法避免 而郑成功的一生都伴随着凄惨的绅士 与豪迈的征战沙场 人人都知道郑成功是收复台湾的一代萧雄 却嫌少有人知道他的绅士比较特殊 郑成功的父亲叫做郑之龙 很有来头 他一直在做海上生意 并且在业界内大有名气 郑之龙一生娶了五位妻子 郑成功就是他第二任妻子田川氏所生 由于当时郑之龙海上贸易 主要跟日本往来 日本非常看重他 还直接送给他一套官邸 郑之龙在日本居住了不短的时间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认识了日本本地女子田川氏 并且不久后生下了郑成功 也就是说 其实郑成功有一半的日本血脉 在郑成功的童年时间 他都不受宠 甚至都没怎么见过父亲 都是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的 直到郑之龙接受朝廷招安 郑成功才得以回到中国 虽然现在的日子比童年时候好了一些 但是刚回国就赶上了乱世 崇祯帝在眉山自义 清军入关 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混乱中 郑成功第一次领兵的时候才22岁 他在沿海招兵买马 收编了父亲的旧部 先后招募了上奸的兵力 随后带着自己的队伍开始反清 大明灭亡以后 南明的政权还苦苦挣扎了几年 这些年郑成功就带兵 一直在立抗清军 誓死不降 在这期间 他的母亲因为被清军羞辱 自杀身亡 这让他对于清军恨之入骨 也是他后来要坚决收复台湾的开端 当时的台湾被荷兰人占领着 这些人横行霸道 肆意欺辱中国人 简直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 郑成功对于荷兰人痛恨不已 他的心中慢慢浮现出了一个计划 他想要将台湾收复 一来是为了解救同胞 二来能有自己的地盘 远离满清 这时候郑成功还驻扎在福建 他将儿子郑经留下防守 自己则率领军队 从金门岛出发前往台湾了 这天晚上正好遇上暴雨 郑成功的船队在海面上走得非常艰难 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 让将士们都有了退役 不过郑成功还是坚决要前进 他稳住军心 大肆鼓舞了一番士气 随后下令继续前行 这一趟走了足足十日有余 4月初一 郑成功终于进入了台江内海 也许是上天都在帮他 就在他准备登陆的这一晚 正好遇上涨潮 郑成功利用这个机会 从一处防守薄弱的上岸 意图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然而这终究是一场恶战 中途将士们几次差点放弃 但是郑成功却全凭着心中的一口恶气 咬牙支撑 在这个涨潮的夜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时候 曾经想要胁迫荷兰投降 只不过被荷兰军队强硬拒绝了 中国人打仗讲究先礼后兵 现在他们想要海战 首先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粮食供应不够 不能打持久战 郑成功就利用人数优势 先将荷兰军队给包围了起来 试图让对方知难而退 不过荷兰的态度很坚决 就是不愿投降 眼看这场恶战再也无法避免 郑成功就下决心开始猛攻 他在前面下令强攻 后方又派人上岸 去各地征收田粮 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粮食的燃眉之急解决了以后 他转而开始采取长期包围的战略 这里一围困就是七个月的时间 期间荷兰大军想来支援 但是却因为遭遇强风被困在了外海上 郑成功找机会直接切断了敌军的水源 最终荷兰军队没有办法 只能举起白鞋投降 可以说这场仗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虽然是场恶战 但是却赢得非常顺利 荷兰人与郑成功签了投降条约 狼狈地退出了台湾 台湾的百姓获得自由之后 将郑成功奉为恩人 并且开始在歌在舞 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路线 郑成功应该先在台湾驻扎 随后将妻儿全都接走 远离满清 只不过天降大任必要苦其心智 接下来郑成功的人生 并没有享受的甘甜 反而全是痛苦的折磨 而这也成为了他英年早逝的根源 台湾收复这一年 恰逢顺治地价崩 年幼的康熙帝继位 敖拜开始建议朝廷停赴周边的势力 其中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郑成功 只不过此时郑成功远在台湾 他们无可奈何 于是朝着在朝中的郑之龙下手了 朝廷直接将郑之龙斩首 随后切断了郑成功从内陆通往台湾的经贸路线 为了防止他回来报复 更是将沿海的船只全毁掉 还特意下令沿防普通船只下水 但是这还没完 满清对于郑成功恨之入骨 在做完这些以后 更是将郑家的祖坟全挖走 在这里开始驻兵了 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对于郑成功的身心伤害 更是极大的屈辱 郑成远在台湾接连听见噩耗 直接急得病倒在了床上 此时驻扎在台湾的将士们 本身就水土不服 又听闻了正式遭遇的灾难 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郑成功简直是内外交困 刚开始他的病情并不严重 虽然卧病在床 但是好歹还能看书 进食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直接让郑成功口吐鲜血 并且彻底癫狂了 而这件事是郑成功始终挥之不去的丑闻 更是他最终的死因 郑成功临终之前杀气灭子 并且抓破自己的脸面 高喊无言面见先帝后气急而亡 一代枭雄郑成功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明海纪要中记载 郑成功临终之前将药碗摔在地上 然后突然发狂 并且抓花了自己的脸 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而郑成功之所以发狂的原因 是因为他得知了家中的一件丑事 原本他的儿子郑京 奉命留守在福建 手中掌握着不少的兵力 并且还承袭了他在朝中的爵位 不管将来他是留在朝中还是去台湾 本应该前途无量 郑京是长子 母亲是郑成功的原配夫人董王妃 这些年间郑京也已经结婚生子 他的妻子在朝中也很有地位 是原来南明时期兵部尚书唐显月的孙女 只不过两人是政治联姻 并没有什么感情 郑京每日在家中守着一个不爱的人非常痛苦 时间久了 他竟然有了别的心思 当时郑京有个弟弟叫做郑芷 这一年郑芷还小 还在吃奶 他的儒母叫做陈昭娘 虽然已经结婚生子 但是却长得非常美艳 郑京很是喜欢陈昭娘 竟然不惜突破禁锁在一起了 并且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郑克脏 这件事很快就被他的岳父唐显月知道了 唐显月对此非常生气 直接修书一封送到了郑成功的手上 书中写得非常难听 三父六母 儒母一举其一 令郎侠而生子 此至家不正安治国乎 此时的郑成功正在内外交困 却又得知家中出了这样的丑事 一时之间气急攻心 直接口吐鲜血昏迷了过去 郑智的如母理论上俩说是郑京的长辈 更何况他的家中还有明媒郑娶的妻子 郑京此举就是大逆不道 有被人伦 郑成功很是生气 直接下令让远在厦门的手下去 杀了郑京跟这个孩子 同时这个名单里还有他的生母董王妃 陈昭娘 然而此时这些得令的手下却犹豫了 现在郑成功远在台湾 厦门的主视权在郑京的手上 聪明人早就能看清该投靠谁了 于是他们就瞒着郑成功 并没有对郑京等人动手 这件事尚未解决 郑成功就因为得了风寒后 再加上气氛交加 心情愈结 不久就病逝了 十年才39岁 郑成功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却又遇上这样的家丑 而他偏偏又是个刚正不恶的人 在他临终之前 一定是怀着壮志未愁的无力感 同时还有对儿子教养失败的无力感